哈囉大家好我是財玩 那今天要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充建遊戲的時候呢 你可以做高級設置的細部調整 那這跟一般的 直接開始遊戲會有一些不太相同的地方 比如說你可以在高級設置裡面 額外去調整一些關於資源啊 或者是奇觀的數目 城邦的選擇 細部的選擇等等 那奇觀你也可以自己調整 有哪些是你不要出現在遊戲裡面的 甚至你也可以去調整 溫度降雨量或是海平面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 他幾個重點的一些特色 那我們現在先來看一下 這邊選項的內容可以做的調整 選項的話這邊資料片 你可以選擇只要玩哪一種資料片的內容 或者是最一開始沒有任何資料片的內容 這都是可以去做調整的 那如果你沒有這個選項的話 代表你需要去額外的購買這些資料片 好那遊戲的難度的話 前面也可以去做調整的 這不包含高級難度的部分哦 那速度的地方也是一樣是可以做調整的 史詩的話會讓你所有的試證跟科技的速度 都會減緩50% 馬拉松只是減緩到兩倍 如果你一開始是直接選開始遊戲 而不是高級設置的話 那你的資料片會預設你擁有最新的資料片 比如說你如果是單純擁有疊起星衰 那你就會是用這一個規則下去進行 如果你沒有任何資料片的話 那就會是標準的規則 好那難度的話 預設也會是王子 而不是神 這個是你需要去額外去做調整的 如果你直接選開始遊戲的話 那災害強度的話 這個是包含天然災害 也就是比如說火山爆發或者是隕石的部分 如果你把它調整到3或4的時候 火山爆發是會傷及兩個單元格以外的地區 市政長官的 行政長官的那一個 李安 連 欸我忘記 反正某一個行政長官的就會特別的重要了 關於行政長官的部分 我後續再做額外的影片來去做介紹 那城邦的部分的話 你可以去在這邊做調整說 你這一場遊戲裡面你需要多少個城邦 預設的話是9個 那你其實可以調到14個 這對於後期某一些市政的卡牌 關於城邦的 或者是金錢的部分文化科技的這一些城邦卡牌 會非常的有效果 你也可以完全不做任何的城邦 這也是都可以的 那地圖部分呢 你其實在一開始設計遊戲的時候都可以選擇啦 在高級地方也可以額外去做調整 這邊的話 因為我有額外裝模組 所以這邊會有一些新的地圖 那像我最近常常用的是Pangea Plus Pangea Plus會是盤古大陸的加強版 基本上就是你們同樣會是所有文明在同一個大型地塊上面去生成 但是你初始位置周圍的資源會相對好一點點 這邊地圖的話 我們後續也是另外再做一些影片去做介紹 那尺寸的地方取決於玩家人數 一般來說 如果你直接開始遊戲的話 都會是用小 也就是6個玩家 那如果你想要用標準的話 會是8個玩家 通常會建議到標準或者是小就可以了 如果大或者是特大甚至更大的話 電腦的資源會相對吃很多 尤其是CPU的部分 那領袖池的話 你可以去做設定說 你希望這一場遊戲只出現某些特定的文明的領袖 你可以在這邊去做調整 像這些有英文的話 他們就是模組帶來的新的調整 這邊的話 我可能就暫時先不去做想解 那資源的地方呢 一開始都會是標準 你也可以選擇豐富 那你前期的某些特殊資源就會特別的多 比如說你會有戰略資源啊 或者是加成資源這些東西都有可能會特別的多 但是要注意的是 你在這邊做的任何資源的調整 除了你這個玩家以外 電腦也都會額外獲得這些效益 世紀資源這邊就是會有包含 你可以有更多的丘陵山脈或者是火山 或者是調少一點這些地形 那自然奇觀的話 你當然是可以自己選擇 城邦的地方 你也可以自己選擇 哪些城邦想要出現 如果你想要走特別多科技的話 你當然就可以把一些包含文化 或者是軍事單元的這一種城邦把它取消 那他就不會出現在你這場遊戲裡面了 自然奇觀也是一樣 你可以去看你這一場想要走的是 哪一些特殊素加成的自然奇觀 好那再來的話 比較重要的可能是啟動位置 溫度降雨量跟海平面這幾個點 那起始位置的問題 一般來說電腦會幫你判斷 什麼叫做傳奇的初始位置 比如說你可能周圍直接會有很多加成 比如說你某些文明 特別適合在海的周圍的話 他可能會在你起始單元裡面附近 多給你幾個加成的單元 可能會讓你的港口加成更多 或者是比如說如果你是想要走科技的文明的話 那他周圍的山脈可能也會比較多 讓你有一個比較強勢的學院的加成 傳奇標準平衡 這三個東西如果你去做調整的話 是所有的玩家都會受益 所以不只你會獲得很好的初始單元 包含電腦 其實也會獲得很好的初始位置 這個是你自己在玩的時候 需要去做衡量的 如果你是神級難度下去的話 那你的初始位置好 AI的位置也會很好 那他們因為一開始有四個開拓者 可以直接開成 這會讓他們的初始加成效果會更強 那再來的話是比較相對不影響其他AI的 但是其實是全體 全世界都影響的包含溫度降雨量跟海平面 溫度的話你一開始都是標準 你可以把它弄成更冷或者是更熱 那像更熱的話就會有更多沙漠 比較少的洞土或雪地 比如說如果你選熱的這一個溫度 那你可能就會很適合去做一些沙漠相關的文明 像比如說瑪麗他的話會有每個沙漠平原的加成 那如果你選擇的是冷的話你可能就會適合俄 如果在中國或像加拿大這一類的文明 他們就會很適合在更冷的地形上面有更好的加成 那當然如果你選擇這些冷的話 其他的文明假設瑪麗好時不時的出現在你這場的話 冷的這個溫度對他就會非常的吃別 降雨量是會影響到樹林雨林跟沼澤 如果你要他叫乾旱的話 那就會比較少樹林雨林沼澤 那你的整個文明的生產力就會稍微的偏低 因為樹林跟雨林的生產力都會是相對高一點點的 如果你這時候又剛好搭配了比較少的丘陵山脈的話 那你整個文明的生產力就會特別的低 當然全世界都會是這樣子 但如果比如說你想要用潮濕 那你就會有更多的樹林跟雨林和沼澤 這就很適合照夫人 特色只能在雨林跟沼澤或樹林區上 那這些你可以額外獲得一些額外的加成 這就很適合照夫人的特性 那再來的話海平面的部分 如果說海平面你一開始是標準 然後如果你把它調高的話 那你的地形就陸地會比較少 很容易出現海洋 那這時候你就會很適合走挪威或者是印尼 這一類可以在海岸或者是湖泊 去獲得一些額外加成的文明 如果你海平面高 像比如說挪威 它的特色是可以進行海岸掃檔 如果說你的海平面高 許多其他的文明 他們就會有很多的城市 是會必須建立在海岸附近的 這時候你玩挪威 你的加成效果就會非常適合去獲得更多的 有趣的體驗 那其實底下這邊還有包含遊戲模式 勝利條件 高級選項這些設定 主要是勝利條件的部分 你可以把分數勝利取消 如果在500回合之後分數最高的人基本上又獲得勝利 那你可以把這場的文化勝利取消 可以去避免掉說因為文化出的問題 被敵人獲得勝利 外加上這邊東西都可以去做調整的 那遊戲速度的話 原則上是500個回合之後就會結束 如果是標準速度的話 500回合就會結束了 那你也可以做無回合的無限制的去做調整 或者是你也可以自己去定義某一個回合數去結束 預設都會是無從副文明啦 然後無從副領袖 那如果你不想要有任何的部落村莊的話 你也可以把這個選項打勾 不想要有任何野蠻人的話也可以把他打勾 好那遊戲的隨機種子跟地圖隨機種子都會在最底下 大家可以自己去 如果有需要的話可以去分享 那最後面如果你想要把你目前的這一個設定溫度啊 啟動位置的設定這些東西去儲存的話 你也可以直接儲存 然後儲存任何一個名字 這樣下次就可以直接帶入這個配置 直接去玩喔 好啦那我們以上就是今天的這一次的介紹 主要是針對細節的部分 去做設定的調整 那後續關於其他的模組的部分 我可能會再另外去介紹 好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先到這邊啦 我是采娃 我們下次再見囉 任何問題的就可以是下留言 或者是按讚 訂閱 分享 我們就下次再見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囉 我們下次再見囉 我們下次再見囉